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苏果生活志 我是雅黎 想要身体好 苏果不能少 养生四季锅 不仅因应春夏秋冬四节气 还可以让你一次吃到四种不同的营养 纯素烘焙店 坚持无奶无蛋 也能够做出美味的点心 让菜想感动的一口接一口 做玉石买卖 以及美容SPA十多年的老板林燕雀 她接触了非常多吃素的客人之后 她发现 哇 其实素食净环保又可以帮助排毒 所以她就开始卖起了素食养生餐 帮助大家圆内而外一起进化 欢迎说一下我们之前做一些谈议的活动 其实我们发现说 吃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疗愈 比如说我失恋了 我来吃一桌很好的美食 吃完就会觉得心情很好 所以我觉得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疗愈 在板桥有一家玉石专卖店 在高雅脱俗的玉石板设备后 竟然有美容SPA的服务 另外还有一区温暖的素食森林角落 我们的玉石它是一亿多年的舒华鱼 它强调的它就是可以让人家身心灵很平衡跟放松 后来我们把它结合到这个美容SPA来 就是想说身心灵整个都可以全体去做一个舒压的部分 因为现在人生活压力比较大 拥有十多年玉石研究以及美容执照的林艳雀 其实过去是一位无肉不欢的美食主义者 认为素食就是吃一些素鸡素鸭等加工品 直到有一次享用到美味的素食料理 才彻底对它改观 大概在两年前认识了一位视野定法师 师傅做出来每一道菜都超级无敌的好吃 其实让我吃婚的我觉得其实我蛮能接受 而且很好吃 因为师傅没有开餐厅 可是三十年来他一直在推广素食救地球的这个理念 然后我觉得也被他这种精神感动 然后就萌生地我也想一起加入这个 素食救地球的行列 虽然是餐饮界的门外汉 但林艳雀热爱做料理 为了让大家吃得健康又同时兼顾美味 他会严选新鲜无毒食材 并且利用十多种新鲜蔬菜熬制甘甜的高汤作为料理的基底 所以我们的汤底完全都不加任何的味精 所以客人喝起来的口感都会说 嗯 很菜 因为其实长期吃蔬食的朋友 他们的味觉是很灵敏的 就是比较干净 所以你的汤底里面如果有任何其他的一些调味料 它是喝出来的 另外林艳雀坚持不用现成塑料 宁愿耗费两三个小时自己亲手做素丸子 其实我是食品卫生科毕业的 那因缘机会之下我进去到这个80个时期 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疾病 它跟吃有关系 比如糖尿病病人 你在怎么吃血糖药 他的饮食没有改善 症状是不会改善的 所以从那时候我对这方面就很深的认知 因为既然我们希望带给大众的是健康 那就尽量选择大自然界有的蔬食这样子 经营蔬食不到半年 店里就已经累积许多固定熟客常常来捧场 甚至还有客人反应决定改吃素了 有一个澳洲回来的客人 他自己回来吃素 然后带着他美国的朋友来吃素 他说他回去之后 他美国的那个朋友的先生 对素食整个改观 然后传讯息来告诉我们说 他的先生要陪他一起吃素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常常能够从小的事物 哪怕只是一顿餐饮 让自己都可以得到一种满足感 好 这也是一种小确幸 所以我们才会想要把它取名叫幸福食堂 林彦却强调其实吃本身也是一种疗愈 他所推行的养生四季锅不是一个简单的火锅 除了基本的用料非常新鲜天然之外 他连汤底都有一年四季的分别 春天它就是原汁原味为我们熬出来的汤头 跟新鲜的蔬菜 所以我们在春天锅的时候 就会建议客人 先把绿色的食材全部都先消灭了 好 因为其实绿色的食物来说 你煮太久 它维他命C也容易流失 四季锅代表着春夏秋冬 四种汤头 每一种味道截然不同 第二个程序 顾不测它的水位 我们的小姐就会再出现了 好 帮你带到夏天的这个椰奶锅 好 那我们椰奶锅也很特别 就是我们用中链脂肪酸的椰子油 所以不是所有的油都不好 你吃对油脂它是可以保护血管的 然后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对 我们是用这个方式下去做调理 我们的椰奶锅 好 然后呢 夏天就是清凉退火的感觉 所以那个香气就会来到 比较稍微浓郁一点的氛围 好 那完全会让你忘了前面的春天 用一锅四吃的概念 先从清淡转到浓烈 再转为温和又营养的味增 以及能够刺激味蕾的咖喱 我们会在秋天锅才出饭给客人 为什么 因为可以预防一些客人 如果说他血糖过高 一开始空腹的时候先吃饭 会把整个就是淀粉吸取太多 那第二个其实它会增加饱足感 我们前面用餐先喝汤 再吃蔬食 再吃饭 其实对身体的机能是比较好的 这是影子的顺序这样 曾专研过营养学的林彦却 非常注重蔬食的营养补充 还有饮食的顺序 每次上菜时都会不厌其烦地 跟客人说明到底要怎么吃才健康 吃也是一种艺术嘛 它也是一种饮食文化 就是说你吃对食物 还有吃对餐的这个流程很重要 就是说你把这样的食物全部都吃完了 但是你顺序排得不对 其实对身体是反而造成负担的 第一不容易代谢 那第二会囤积 第三会造成身体的一个负面的吸收 我们希望客人在吃这个餐的时候 他会知道正确的一个姿势 如果说在这个交流当中 可以让客人回去 也可以把这个姿势带回去 让他身体更健康 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去做的 想要增强抵抗力 先从吃做起 用营养美味的蔬食 构筑你健康的身心灵 蔬食生活除了三餐可以很丰富之外 其实一些简单的蔬食点心 也可以让吃素的人变得非常开心 今天我们的美食特派员蔡翔 就要为我们去 虽裹美味的纯素点心 嗨 今天来到新医区的小巷子 因为身后有一间很特别的甜点店 这里可以吃到充满发芽力量的幸福甜点 食材都是无蛋无奶 用的只有爱 因为爱可以让生命延续 哇 店长好多 店长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就是这么多甜点 有没有适合初次品尝的人 介绍给我一下 来到我们这边 一定要尝试的是下面 下层中间的宇宙光 宇宙光 对 它是花蜜糖 苹果蜜糖 天呐 好 我要 我要一个 好 在这间可爱温馨的小店里 每样产品都是老板兼职用浓醇豆浆 各式古物以及天然蔬果等制作成的 充满了老板满满的爱心 耶 Vegan Cake的宇宙光 就是来自于宇宙纳道光 然后这个甜点也是这间店的创始元老 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 好像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那种连结端 这名字取得有 有蛮有意涵的 你看它其实有三层的层次 上面是豆乳布雷 然后中间是蜜糖 在底部的话就是用杏仁搭配的底部这样 这层次就是一定要一口把它吃进去 肉桂的味道好浓喔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肉桂很像 我小时候在我外公家无聊的时候 就会摘那个肉桂 肉桂汁这样啃的那种味道 它就是很天然的肉桂味 然后它不会让你觉得 肉桂好可怕 会让我觉得很呛或是不舒服 但它的肉桂是好像 它好像就是 因为你前面有奶酪 然后你就好像坐在云朵里面 然后是一台肉桂 载着你的列车这样子 慢慢它有一个韻味 这样把你往前推的感觉 我真的 我会被这间店打败 因为我完全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甜点 再吃一口 这就是人生的美好 跟大自然的美好的连点 好 老板我们可以再下一盘吗 来 再一个试试看我们的柠檬杉杉 我跟你们讲 柠檬蛋糕非常难做 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蛋糕 每一间几乎所有人都会做 可是它要做得好吃非常难 因为它很容易就会干 来我来看一下 好软哦 怎么可以这么软啊 哇 好香哦 好像在吃一朵云哦 它真的很软 就是你会觉得它好像 它有一点介于 那种什么麻糬之类的 可是你吃下去它像云朵一样化开来 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又很幸福可以来到这间纯素天堂 而且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是一个吃素的人 你一样可以拥有跟一般人一样的生活 你还是一样可以享受 可以享受美好的咖啡 美好的甜点 这间店就帮你实现了这个梦想 我觉得就是纯素的东西 也开始在慢慢的改变 然后它会慢慢的影响我们的生活 其实你会让你觉得 你的生活还是可以过得很有品质 这就是我觉得这间店很棒的地方 然后也希望大家不要觉得纯素就是 你既定印象的那样子 它其实现在慢慢的在进步了 在融入我们的生活中 只是你没有发现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世界不缺少美而是缺少了发现 让我们继续用爱延续着生命吧 谢谢大家 烘焙店老板坚持不用动物性的原料 就是因为他希望小鸡小猪 也能够像松鼠兔子一样被爱 其实纯素的围跟生活 就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 在现在这个时刻 大家都非常着急的戴着你的口罩 想要防疫的同时 你愿不愿意伸出你的双手表达爱呢 跟着我们一起吃素吧 蔬果生活制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